接下來我們來看怎麼客製化 剛剛這些內容 包括你的 就是我們剛剛提的 比如說這個床套我不滿意 電視上我想要放自己的圖案 沙發材質我不滿意 對不對 那我可以怎麼做 我們來找看看 我們先從床來開始 床罩這邊 老師你想看看 對它裡面有一個軟骨頭 那個藍骨頭 老師知道藍骨頭是什麼嗎 這個 這個 有沒有 以前不是有 有一段時間流行這一種嗎 好 那就直接躺下去就軟骨骨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像這個 像這個 你都可以換材質 好都可以換材質 那到底要怎麼換 會比較好 首先你先去找 去找什麼 找你喜歡的圖 因為 你的圖 不好意思 就是在這裡面沒有的吧 材質沒有的 對不對 跟女生出門一樣 有沒有 裡面很多件 出去就是找那件的 呵呵 所以你就來找 那 你要怎麼找 你可以直接用Google圖片 用關鍵字找 比如說我們 最常見的 像有些人就是Hello Kitty的 對不對 或者那偶像的那個都沒關係啦 好我們就找 但是有一個前提 如果 你今天 就是 像我 剛剛這個地方 你先想看看 我這個床套 他的比例 他的比例是比較偏四四方方 我們目前這樣看的話 比較 接近1比1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找的 是比較偏長方形的圖 他套進去之後 是不是會有部分被裁切到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就看你 那相對的如果你是比較 扁平狀的 你就找比較扁平的 這個比例的 但套進去的時候 他被裁切到的機會比較少 所以我就找看看喔 有沒有適合我的 Hello Kitty的 比較四四方方的 比較四四方方的 這個可以 這個也可以 像這個也可以 像這種做床套的這個都OK 假設我用這個好了 這個應該算蠻符合的 對不對 您就可以把它直接按右鍵儲存起來 把它另存起來 我們使用3D呢 你可以把這些圖 都可以怎麼樣 都可以拿進去 JBG、PNG都OK 所以老師你先找找看 你想要 換的這個床套的 圖是什麼 大家應該知道 如果掛上這個 價格就不一樣 有沒有 呵呵呵 好 那我來換喔 那你看 我們點到這個床 我們換材質有兩種方法 如果像這一種 它就是 一個模型 一個家具 只有一個材質 那我們剛剛這個床 就是 一個模型 裡面 木頭 有枕頭 有床套 有沒有三種 所以 模型沒有分兩種 那我們先看簡單的這一種 如果你的剛好就是只有一個的 那我就點兩下 兜兜 好 在這裡呢 你看 當你把模型點兩下之後 我可以在這個地方 有單一個顏色的 有紋理的 有沒有還有這個材質的 如果你是 像我剛剛 用的這一種 只有一個模型 一種材質的 你直接用紋理就好 我就來這邊點 告訴他 我想要 哪一種 可是 這裡面沒有我要的 對不對 所以呢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插入 我們這個功能在線上版也有 就是說你可以透過插入的方式把那個 圖片 加到裡面去 所以我就從插入 但是呢你在做之前一定要先注意一下喔 注意什麼 你的這個模型是多大 你的模型多大 為什麼 你把它想 我現在有一張Hello Kitty的圖片 我要把它貼到這個上面來 如果我的貼圖太大 是不是就會只貼到一部分 如果貼圖只有這麼小塊 它會怎麼樣 它就像我們地板一樣 會自動拼貼 這樣老師了解嗎 所以我的圖要跟我的 是不是這個 模型差不多大 這樣好像就把它整個包起來嘛 所以你一定要先自己先記住一下 它的長寬高 是多少 那原則上我都會以 就是最大的這個當作是基準 就是比如說最大就91.3 好 那你看喔 我現在按下這個紋理 插入 我就來選剛剛我丟進來 下載的那一張 你可以直接從這裡選 那以我這種偷懶的個性 我都會 從這裡 按著它 有沒有 按著這個 拉拉拉拉 拉到這裡來 等它打開拉上來 我滑鼠都沒有放開 左鍵沒有放開喔 拉過來 這樣有沒有夠偷懶 管它放哪裡 放開 對不對 這樣就進來了 再看一次喔 流氧器是不是在這裡 按住滑鼠左鍵不要放 拉拉拉拉拉到這裡 滑鼠不能放開 等它 上來 有沒有 軟體打開了 再拉到這裡來 滑鼠左鍵才放開 這樣就 不用再去找放在哪裡 那這裡他會問我們一件事情 因為我找的尺寸有沒有很大 蠻大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降低一點好了 這樣是不是就進來了 然後我就可以繼續囉 來繼續 可是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你看 它除了說 你可以給你的材質一個名稱 它預設會放到這個目錄裡面 有個叫用戶之定義 那重點是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的寬度跟高度 預設只有20公分 所以 如果你這樣貼進來 它就像這樣平貼 那我要的 剛剛我們不是特別留意 91點讚 所以呢 我在這裡 就輸入91.3 高度不用管它 因為它是照等比例的 所以我可以很確定 貼進來 會接近 會接近它 或者你把這個 你如果差一點點 我就用下面為基準 也沒關係 這樣也可以 就等於說寬度 寬一點點 那好了 我就按完成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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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有沒有感覺貴了一點點 因為這個要付授權費啊 這樣有沒有就進來了 那如果你很在意 掉的比較下來 你可以把它再挪上去一點 怎麼挪 點兩下 怎麼來就怎麼回去嘛 對不對 點兩下 我們是不是從這裡來的 再點進來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所謂的位移 AX代表什麼 就是水平的位移 Y就是垂直的位移 所以我希望它 高一點點 大概高50% 有沒有高一點 但是這個位置 就要自己試一下 因為每個人的都不一樣 我的應該是不用到50 應該大概30到40左右 好 所以我按確定 確定 有沒有上去一點 有嗎 這樣有沒有比較上來 可以 所以有沒有感覺 我們不用買高檔的 自己 自己換一下就好 這是第一種 也就是說 如果呢 我們家 適宜什麼 只有一個材質的 我就這樣換就好 那如果你是這一種你就不一樣喔 這一種的 抱歉耽誤大家一點點時間喔 這一種裡面是有三個 所以你看喔 我就點兩下 兜兜 一樣 自己先把 模型的 長寬膏先把它記錄起來 你看我都很偷懶有沒有 就記錄在這邊 好 但是重點是 這裡再換的時候 你不能用我們剛剛那一個喔 如果你用這個 包括 床 包括枕頭 那個棉被套 通通都會換掉 我要的就是 材質 材質可以自己指定 記錄要換哪一個 好你看我就點這個之後 再修改模型材質 按一下 有沒有可以換 你看 這個 是不是換木頭 這個 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 你點到之後 你點到之後有沒有會亮起來 在這邊會亮起來 這邊是左邊的枕頭 右邊的枕頭 還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 有沒有 床墊 連床墊都可以換 那 每個人叫進來的模型不一樣 所以可以換的地方也會不同 這樣了解的 好所以我就是要換床墊 換那個枕頭套 所以我點到它 再來找它的紋理 有沒有多一個層次而已 多一個選擇你要換哪一個的 所以我現在點它 按紋理 我們就來找 剛剛的 插入 一樣 按著它 拉到這裡不能放開 再上來 再拉到上面 降低 繼續 重點又來了 我的 哪一個 是不是226.4 所以我就找 深度226 那我就找這個 226.4 太多了 226.4 好 完成 確定 你看有沒有換了 有沒有換了 有沒有換了 方向錯了怎麼辦 我們不是有旋轉嗎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木頭有轉過方向 好我就重新進來 然後呢 告訴它角度 轉90度 轉上來 好 確定 有沒有轉過來了 這樣會不會自己換了 呵呵呵呵 所以它就是像這樣 就是很方便可以客製化 好所以 不要想說 喔我就只有這樣子 那就可行了 這樣子 該不會連牆壁都要換成HELLO QT 這樣就 授權費很高 那你看 電視也是一樣喔 有沒有 電視這邊也是一樣 如果你點兩下 只要換電視 螢幕 我就 找到螢幕 有沒有 它就亮起來 這樣我就可以只換電視螢幕 這樣清楚了嗎 好 那我們就要 準備 休息示範喔